大家好,我是Samantha Kahn, Sanakalala县环境卫生。 今天,4月8日2020年, 环境卫生局长Dr. Sarah Cody 命令要求本县的所有实体 和个人一次性申报 任何大量的个人防护装备 PPE和呼吸器申报库存。 有关详情,请参考 命令申报PPE和呼吸器申报的目的是为了 第一,了解本县的目前有哪些物资 第二,对潜在的医院需求 急增进行妥善规划 第三,确保一线医护人员和病患的健康和安全 一次性库存申报也可以帮助 PPE的保护病患、医护人员、 是必不可少的 以防止COVID-19传播 并使关节的医疗保健服务得以继续 此命令将确保卫生局长 获得有关个人防护装备 和呼吸器可用性的充足咨询 以妥善规划医护人员和病患的需求 以下是立出一些可以报告必报的一些物品 第一,如果有超过5000个 一次性Nitra或Vinyl手套 第二,N95口罩 如果有超过500个 了解详情,请参阅 www.sccphd.org.cv19 您可以在公共卫生局卫生网站 再填写一次性PPE和呼吸器库存 此命令仅要求您提供拥有的 PPE或呼吸器库存 您也可以通过VMC Foundation 捐赠新的蜂蜜 PPE或任何状况的呼吸器 谢谢